嗨,大家好,我是你们的娱乐热榜,每天为你们分享有深度的娱乐事件,喜欢我希望你能订阅加关注评论哦。 6月5日,大S接受台媒证实离婚手续正在办了,单方面宣布和汪小飞离婚,引发热议,不仅吃瓜群众一头雾水,连双方亲友都没办法达成一致的说辞。 大S妈妈说,两人吵了一架说得气话,她会劝和。 汪小飞妈妈否认婚变,称儿子是宠妻狂魔,感情好得很,只传言是八卦。 大S姑姑表示,他们因为疫情好几个月没联系,尚不知情。 小S和经纪人拒绝回应,剧台没透露。 小S已陪在姐姐身边,似乎早已知情。 小S老公被曝和汪小飞观念不同,两人玩不到一块。 不过他否认这一报道,称不知情两人婚变,希望他们好好的。 大S好友范伟奇、吴佩慈均表示不知情。 不回应,流星花园制片人柴志平证实大S铁了新离婚。 大S回了短信,是真的,但我很好。 谢谢柴姐关心。汪小飞对此束手无策,还跟柴志平谈及孩子该怎么办。 至五日深夜,台没再报汪小飞最新言论。 当天汪小飞妈妈张岚在某平台直播,被网友追问儿媳妇是不是离婚了。 张岚一笑声掩盖,但一脸尴尬表情僵硬。 此刻,张岚马上自爆。汪小飞发了短信安慰妈妈,我妈那么努力,我妈真不容易还在卖粽子。 收到儿子的短信,张岚非常感动。 马上一句有儿子这句话,足够了。 又说清官难断家务事,希望外界不要过分关注两人婚变。 此前,汪小飞曾发文承认意识激动,说了不好的话,并删除了抨击台当局的微博,尝试缓解矛盾。 挽回妻子。 据台媒透露,汪小飞经常拿台湾说事,让大S里外不是人,加之她和子女都留在台湾生活,必定对他们造成影响。 作为孩子奶奶的张岚,此前鲜少谈及此事。 不过有网友发现,她当天点赞了一个奶奶想孩子的留言,似乎对孩子留台颇有微词。 据台媒透露,大S和妈妈不想离开台湾,想让孩子留台上学,两口子因为这件事闹矛盾。 如今台湾疫情爆发,汪小飞想接他们回北京打疫苗,仍遭婉拒。 两口子或因此吵架,帮小飞连夜抨击台当局,迁出离婚风波。 由此可见,两人并非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,希望他们私下好好调节,好居好散。 你有什么想说的呢? 欢迎留言订阅告诉小编哦! 这里是我们下一个带队的下个节目。 这里是我们下一个带队一批身的电视域。 。 我们下一个带队一批身。 我 我们